參與宗教活動求平安 卻可能因為疏忽或是過頭 變成了傷害 最近全臺多處都舉辦了 繞進或是廟會的活動 十七號高雄甲仙 才有十六人在過火儀式時 腳底燙傷 十九號則有信眾 為了等白沙屯媽祖的鸞叫 危險把車子停在了 西濱快速道路上 人還在快速道路上走 相當危險 信徒扛著神像準備過火 突然間有人疑似被高溫燙到 向前快跑 造成推擠 後面一群人摔成一團 這是四月十七日 高雄甲仙鎮危公的廟會意外 當時有十六人腳底燙傷送醫 四月十八日深夜十一點 臺中市中華路有民宅發生火災 消防員在二到三樓的樓梯間 找到一對小兄妹 還有一名五歲女童 三個孩子救出時都沒有生命跡象 當時他們疑似 只有小兄妹的媽媽在照顧 其他大人到大甲媽繞進工作 四月十九日有四五十台車 駕駛疑似要等白沙屯媽祖鑽叫 把車子圍停在西濱快速道路上 人還下來走相當危險 參與宗教活動 初衷都是祈求平安 卻可能因為疏忽或太過頭 或不小心反而變成傷害 民宿專家提醒追求信仰 應該要優先顧及安全 不管是放鞭炮還是過火 都要有安全防護的方法 而大人要跟繞進工作 孩子無法跟隨 就要衡量照顧的情況 也不要為了方便 把車停在危險的快速道路上 要先顧好安全再來求神拜佛 而不是單靠著信仰就能求得 永保安康 華視聚王善趙英光台中報導